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說明就是 大家可能常常知道就是說 在郵件日誌裡面的處理欄文裡面 有個叫所謂的隔離還有更名的部分 那可能大家會選擇說這個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以及到底我的 我本來有沒有收到性能 或者是我要怎麼去針對性能去做處理的動作 那先大家 為大家來show就是我們的 兩個狀態的畫面 也就是大家可能平常透過這支草雲這邊 然後透過 搜尋的方式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可能我的遊戲被隔離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在我的 遞送狀態後面的處理方式會顯示隔離的訊息 也就是說你的郵件可能因為 達到你設定的垃圾尤樓隔離的分數的基本的分數以上的時候 他就進到垃圾尤樓隔離區 不能去做隔離 那這個時候信件是不會送到使用者端 那如果說 OK,那如果說 我要如何取回這些信件呢 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說 可以透過所謂的我們垃圾尤樓的管理 叫做 垃圾郵件通知清單設定 那基本上 你只要調整這邊定時 定上去之後呢 那 只要在這間時間的間隔之內 如果說有信件被隔離的話 那我們就會發送這個 隔離的通知信件的清單給使用者 那使用者就可以透過這個清單去 將垃圾郵件隔離區的信件 去做自己取回的動作 然後將可能 將對方的經驗人設為白名單的動作 那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透過我們的 基本設定 那這邊有個叫做 垃圾郵件處理的方式 隔離區這邊點擊之後呢 就會跳到我們 信件隔離的位置的地方 之後呢 透過日期去搜尋 我的信件被隔離的部分 搜尋完成之後呢 這邊就看到 我這些信件就是被我的 主機span過濾之後 隔離要的信件 那就可以透過這邊的地方去選擇 勾選信件之後 去做放行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 使用者也可以收到隔離的信件 那另外一個 等大家想問的是說 那更名的意思是什麼 那 那是查理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搜尋的是更名的部分 那 基本上呢 更名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處理的方式 後面就會顯示為更名 那很簡單就是 更名的話 其實就是說 你的信件的分數 其實有達到你的 可能疑似有span的 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在 你的郵件主子的前面 加一個提醒的字眼 告訴使用者說 中間有可能是span 郵件 要提醒使用者注意的部分 那 比對於剛剛的隔離的話 其實 更名的部分信件 是也有成功 送到使用者的方式 差別照理去說 呃 他會在 我們垃圾 郵件管理這邊的話 更名的部分 前面就加一個提示 提示的文字 去提醒使用者說 有可能是span郵件 那當然這部分 也可以在 由管理者這邊去做調整 這樣 有一定的 酷